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Isabella,我是一名時裝設計師 其實小時候因為對著學校的老師多 其實第一個夢想都是上一名老師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 家中都是做服裝製造業 會經常在工場走來走去 而且都很受我媽媽的影響 因為她年輕時都會做很多服裝設計 而且會做衣服給自己 因為她是一個跳舞的表演者 受了很大影響 所以慢慢到中學時期 就開始對服裝設計有形式 想繼續在這條路走下去 其實我現在的夢想都是逐步實現中 因為現在都有幫很多澳門藝術師 做他們的造型 幫他們設計他們的舞台服飾 還有可能香港那邊有某些藝術師 都會選擇我們的鞋的設計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做一個時裝設計師 是一份很Glamorous的工作 可能是穿得很漂亮 什麼都不用想 就是畫個圖出來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可能中間移動了很多 就是到處跑來跑去 可能要去找布 找配料 還有和你做的師傅去合 可能從中都會遇到很多困難 還有很多阻礙 都要不斷地去克服 還有不斷地去試 不斷地去改進 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成分 出來給別人欣賞 其實對年輕人的建議 其實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現在你有你的夢想的話 不要覺得自己年輕 遲幾年可以再去做 其實夢想要不斷地失敗 不斷地經歷不同的考驗 才會成功 真的要珍惜自己的時間 不要浪費 要不斷地堅持 不要錯過每一分每一秒 大家好 我是Isabella 我是一名時裝設計師